的特別和感傷的原因是 這項目的人民做這個力量 跟政府這個佩儀的問題對抗 這跟我們政治 負責政治的問題是完全一樣的 這完全全都一樣 就是關閉的我們自己 人民糟糕無辱 對抗是為他的意志 也為他的行存制度 所以看這件事 我每次看兩三遍 我每次看得多了 我看得到每次都會看得多了 這很簡單 但是我們再來要很開心 我們了解到台湾最名的韓國通 就是朱利錫老師 要來幫我們做專題講座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不需要休息 你如果想要做一切 你就自己去 再說一次 我馬上就要請老師來講座 朱利錫老師 我相信在座 大家可以來看韓國平 應該都知道他 他是真正在台灣最初 的韓國通 我們這一段時間 可以在我們這裏 三四點前 這是河頂的不容易 河頂的不容易 河頂的不容易的原因是 最近他真的 他本來很直手口 台灣要說韓國就是他 他這一段時間 還直手口 為什麼 胡錦菲就要下台 胡錦菲就要去關 他一整天有電視台 他在照顧 這裏發通告 要請他上電視 後來這段時間 韓國當警察 美國和韓國武將 接警察 這個北韓 有可能的英文戰爭 他人馬在是他的金正日 金正日的叫什麼 什麼叫做 他們叫做太陽節 四十五 四十五馬在的太陽節 金正日成的生日 對 金正日成的生日 他們韓國韓國 就是太陽 大韓的太陽節 他就跟我們以前說 有很改善的 十月三十月一樣就對了 全國都要休息 要接受 朱老師在他的FB面上 有議員 他議員說 馬仔會發行政經 因為美國 陳華姓 他的公子 應該在馬仔會發動 他為了這樣在那個年書 來公開跟他求書 當時的什麼 混言當節化 是不是 有的人真的去自己服務 所以 朱老師他是全台灣 要說韓國 沒辦法 他第一名 第二名沒辦法 第二名沒辦法 他也可以來這裡 跟我們做專輯講說 我們來看 華麗的價錢 這個非常不簡單 待會我就要再去高鐵 他要拚到的高雄 他馬仔一早在高雄 中國有很綿密的行程 我們有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台灣第一韓國聰 朱麗希老師 好嗎 朱麗希老師 朱麗希老師 好嗎 我先 先跟大家澄清 我是台中韓 沒有 就是我是韓國人 我是韓國的 我爸爸是台中韓 我爸爸是台中韓 我爸爸是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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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台中 這齣電影 我本來以前都是真 都是真 根據真正的故事 是說5月21號下午一點 它的擴音器放出福哥 那個是暗號 就告訴第一線的阿彬哥就開車 所以這真的事情 我們看來那裡郊區 那一台公車 有被公車掃射 那是真的事情 那不是示威現場的 公車也沒有在示威 車上18個人 當場17個人死掉 一個重傷 他留下火口 曾經在郊外 在公車裡面的時候被屠殺 這些情節都真的 當然沒有 那個大隊長的角色是虛擬的 我這個角色 那是烏合之重的雜台軍 那故事的角色也是虛擬 建人家屬於青山城就完了 我們還想要在街頭巷門廣播 那個故事來做 廣播 那個播音員真的有這個人 他電台的播音員 他後來也出來作證 作證公子 當時他怎麼做 怎麼做 所以放一塊 當然是真的故事 現在我先放一條四分鐘的音樂 讓大家聽 為什麼放一條呢 這條的歌名 我說獻給你的進行曲 音樂可以嗎 就是我們最好看到那個結婚照 大家看過 為什麼最好是在開結婚照 很多人 很多人看到那一幕 才放生大夫 因為他知道這個故事 這個 要好好地 要進視 想放一塊 讓大家拍照 高譬項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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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紅食べ民去高歌 香港的 短隊運動 打個通風邀請的話 對 對 他看節奏的時候 很悲情 快節奏的時候變得 變得進行曲 他是一個 一個名聞的儀式 要多久 一倍快 我正在那一天 我正在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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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 阿姨 想再寂寞 那就是 我说 看那我 都是 我樟下 你 que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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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台灣的公運界 歌詞改變 用這首歌改變做勞動者戰歌 就是這首 現在有七分鐘過一分鐘 等一下再給大家看一段剪接過七分鐘的影片 這是光州抗爭的紀錄片 這就是光州抗爭的紀錄片 這不僅是三十分鐘的紀錄片 它還要直接交給電 所以我們看到文化已經清了那個 這是英文發音 他們的簡體字的字幕 光州抗爭的紀錄片 今天會聽他們做簡體字 因為廟就不然有辦法 所以簡體字的字幕 這兩位前總統 兩位前總統 叫起訴 盧泰宇 好久不見 這拳頭漢 這拳頭漢 96年3月 這第二省 拳頭漢第一省是 劃西行 盧泰宇 22年半 第二省是 驚平 你看這後面像西方街 都是將軍 都是當中西 1979年 當這個發動政變 以下的軍人 也都上法庭 都被起訴了 所以1980年518 化學光州事件 跟1996 16年 一年轉型正義 就落實了 來 大家趕著 近哲龜 中央局部長 刺殺 這些 一些調查小組的造極 好 一句話之後 他就螺資這個罪名 說陸地總司令 也涉出赤補案 所以在保障陸地總司令 政生河 政生河 他是軍權的手上 發動這些 12、12政變 工作部長 在韓國的西南邊 和台灣的大南 工作部長 家南平原 那是一個平原 在韓國的古昌 古昌 古昌 農業地區 中央 最多的地區 用來往往海陸 純正 這個地方是 海洋 原子 海洋 部長 當地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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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中國的故鄉 光宗 對 國力全能大學 還是抗爭 當時抗爭落 當本國際互動 6月號 9月光宏 19月之外 在大學 大學 超級大學 你倖住 託非 能保持 開啟 發燮 8週 是 6月18日 23日三大型弓箱般弄alk сол为 变得这个这是油工 руConnie 问题能归于最精ily的特朗作战部队 各國都是最精銳的 空降特權作戰部隊 所以我們就看到的 劃力的價值就是根據這些紀錄片 紀錄片的真實的那個影像 就要把這邊來進來 在這場景上 展覽 今早上開始了 以那個山洞內亂罪 共化西洋 原來美國的壓力是誰 不敢執行 17年後,1997年 考驗了在坎神的迷稷 1997年 宥研自由 1997年 履聖尊 好 這是那個光州 我們剛才看電影是那個 你說的 邊警死掉三十多人 市民一個人都沒有死掉 用蘋果去炸電視 那炸電視 當時因為所有的電視台 媒體都不能報導 都歪曲了 後來光州人很憤怒就去燒掉那個 光州的MBC電視台 文化放送 現在這個光州看這三十分鐘的記錄 光州文化放送 貼518基金會折 三十分鐘 後來加到底了 因為有些過程我們都電影裡面看過了 所以這是他們的轉型爭議 理工做的工程是1979年12月12號政變 政變被起訴的是軍人叛亂 叛亂罪 鎮壓光州是內亂罪 所以兩個前東網一共全國安起訴了9項稅源 如泰宇8項 第二層的是簡型 全國安被稱無期徒刑 如泰宇17年 他們實際上做勞做了兩年兩個月 以1998年2月25號金刀東就職的特色 今天想要為了韓國的藍綠和解 為了藍綠和解 因為那是韓國做特別的金融危機 97年金融危機 98年他的經濟 他有國際貨幣基金來接受 所以為了藍綠和解 所以關了兩年兩個月之後的特色 這兩下還活得白白胖胖 如泰宇生理比較不好 如泰宇最近大概快要掛掉了 全國安最近還出了回憶錄 說他們也是光做事件的受害者 光做事件的光做的518基金 你說你這個光是稍微 你是受害者 那我們是什麼 他今天剛出了回憶錄 全國安的回憶錄 我現在用差不多30公斤的周圍 給大家解釋說 他們的光州事件的清算是怎麼做的 當時國內報紙都不能報告 這是海外的橋報 光州最早的狀態 他們的市民已經是用發行油印的 柯鋼板的鬥事會報 來傳遞給市民說今天你再做什麼 然後再聽一條獻給你的進行曲 就是那是一個國立全南大學金鐘律 這個七管七四年級的學生 把市人下來的那個C改過以後把譜的曲 這條我現在韓國人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會要請 一直到反復警會的主觀晚會 也是在唱這條歌 所以變成是街頭運動的國歌 所以你若要請我現在說我這個檔案都留在這裡 你若照USB來 你比較迷貴 你若要請這條歌 你到香港就很容易交到朋友 反正我保證你交到的朋友都是自由派 進步派的人 保守派的人不會唱這條歌 你不叫胡錦會唱這條歌 他就進唱 光州五一八幕園的五一八 你一年讓他唱一次就好了 連我們一次也不能進唱 所以家屬在外面就繼續反復 反復一直去這條 獻給你的進行曲 這是光州的全南大學 有這個五一八紀念館裡面 那裡就是影上緣 冥婚的那個 請全南美日新聞的第一版登一首詩 一句話要給我廢刊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醫生和胡錦會出去叫人 那個醫生也有打醒 這條三醫師跑 真是這樣 你看後面這裡 這裡有一張 那個是子彈的彈簧 當時三個後有洗過 洗手機後 現在看到那邊的展出 那個國立全南大學五一八展覽室 那是有的那個望月動的墓園 97年一個簽葬 那現在那是空的 原來墓碑都落在那裡 十年五月就開始有人去掛標語 悼念的布條 請注意 全南大學在光州是一年之後 今年就是他已經剛去光州 那一年他在那裡去 那去光州是住一個光州的私生的家 去民宿 Honestate 那個廚主很得意 他的十杯紀念說全島安總統抗議來我家 住了一晚 還給我工作人發現就把那個牧原的入口處 給他去踐踏 那是我的腳 我跟那個2287位楊正龍的執行長 我的全島安夫婦 賢康義在我家住了一個晚上 我狠狠的踩了他兩腳 這是我 1987年6月的抗爭的時候 我在韓國 對 聯合法的特派員 那是我每天按照這個裝備 防築面具頭盃 每天在現場在裁縫 因為我沒有經過工作事件 我在工作事件一年了 我在這裡學校立法 他不在工作事件 到底是怎麼發生都不知道 韓國人也不知道 到六月抗爭的時候 原來這個獨裁這個人 有讓人民這麼反感 每天鞋子都跟他爭招 所以我想說 原來全島安都那麼不得人心 他的紀念是韓國的陸軍官校四年制 第一期畢業 第一個升上將軍 他在那些軍隊來就組織一個幫派 這一新的會 我們如果放在起訴的 要請小米洛那些軍官 將軍 都一新會的會員 對政變的那些主謀 那些軍人 他沒說不能否認 不能排除說全島安 可能就是美國幕後把他拱出來 因為普正去預設那些亂局 美國還是認為說還是只有軍方 也要控制這個局面 溫潤神發動 他跟全島安跟普正西一樣大邱人 他會聯繫這個大邱的鄉火 在蘇雄 韓國有新羅跟百季 他現在跟韓國 包含那邊有高高力 他以前有三國時代 三國時代包含那邊有高高力 南韓跟在中間打拳 左邊那邊就是百季 右邊那邊就是新羅 新羅跟百季是到一千多年的世仇 兩邊都現在還不通分 互相討厭對方 比我們的省齊齊節跟我們兩種 比得是地獄仇恨 所以你要簡單解釋就是說 全島安派新羅兵去屠殺百季的 這樣簡單的理解 就這樣就對了 聽到把光州人激怒 光州人跳出來抗爭 那就是設計好的陷阱 給光州人激怒 最後就派新羅兵鎮壓 今天就有這個狀況 俗話的發展 很多人死 他會組織各種不同的團體 變台股者的家族會 死難者的移租會 受傷者的同志會 這個團體現在都在別的 也要來台灣參觀及其他地方 台北高雄 我也去過 我也親身接待過 這三個團體 現在都在這裡 他1980年組成的81828 一直到二年 每年抗爭 大年抗爭的時候就有鎮壓 說你是非法集會 他就是要求追究真相 平反受難者的領域 這樣而已 就是隆隆都有鎮壓 覺得1980到85 看起來很怕大學生占領美國文化中心 像是在你美國文化中心 因為美國文化中心是一個國際機構 在你美國文化中心要變成國際新聞 外界新聞報導 他們需要用國際輿論的壓力 來讓這個獨裁政府 可以跟這個合成 到1985年 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委員會 到1987 當作廣告紀錄片 1987年就對神父 天主下的神父對於帝國和一本 一定是在 把他當年他們拍的紀錄片帶回來 所以1987年就第一次公開 我在香港在美國文化中心 不知道郭忠先生到底是怎樣 所以就全國的華然 知道郭忠先生嗎 不知道他該的郭忠先生是怎樣被我們屠殺的 然後就紀錄片出來了 大家就知道嗎 1987 1987年我早就說優越抗爭 還有那個胡泰宇 他那是職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他這個候選人看他 每週到現在的燭光思維一樣 我那是每週都在憲中 當然那是很激烈 就是好像等一個節奏 這邊一邊吹的就過了 好像等一個汽油瓶 吹的就少算 很激烈 還有那些是 全國安政府軍事獨裁這種 幾乎要被推翻 幾乎要被推翻 各位不可以用這個總統候選人身分 以發表六候求宣言 民主化宣言 由你街頭人民 街頭所訴求的 我全部照單全收 總統職業選舉 國會改革 保障新聞自由 都被全部接受 所以可能就是像民意投降 這樣才過一種保障他那年的十二位 在動選總統 不然那時候去武衡 教會去推翻 他基本上沒有可能動選 而且那時候有一個 六二九選委進場有一個關鍵 是六二九 美國政府透過國際奧會 韓國沒有要把1988的漢城奧運 美國透過國際奧會發表聲明說 如果韓國情勢繼續動盪的話 不惜取消你奧運的主辦權 從1981年全團漲權之後 開始設計說要爭取奧運 1981年9月國際奧會通過 七年後的奧運在漢城舉行 奧運投入了動員全國之力 要用奧運來作為國家發展的總目標 另外我們就要轉移 轉移對這個不合法政變奪權的 這個政府的注意力 所以用奧運來轉移注意力 國際奧運一算過後他就嚇到了 因為你投資了七年來努力 投資三十億這樣馬上就要化為烏有 所以現在他的投降 對民意投降這是一個關鍵 要取消他的奧運主辦權 好 所以這個 請注意的盧泰宇執政的樣子 他的國會變得嘲笑也大 執政黨只有125人 三個反對黨合起來174 所以這個嘲笑也大的局面 就讓國會開始組成特別委員會 來調查光州事件 調查這個全黨派家族的貪腐獵財 開始調查特別委員會 好 這個金永三的事 這個總統比93年到98年 他就將他全國說 以前有這光州事件 光州暴動 都是光州抗爭 他正式定領為518光州民主化運動 現在以前又負面的名詞 現在開始是一個正面的 有正面的意義 518光州民主化運動 要把正面的屠殺光州定調為叛亂 軍人叛亂 他屠殺光州的內亂 說明定以來就是 繼承光州民主化運動的精神 而成立了民主政策 不過我一個文人總統 我看到這點 他強制解散軍中的邦派 這是一新會 你如果說一新會成員 他要行陸軍總之令 副總之令 他就不提名他 不升他 強迫軍人退 軍人你手上沒有槍桿子的 你就不可能心慌作辣 所以我看到金永那一個文人總統 能夠做到叫軍人剿械 這點我覺得他比立正會做得好 他就要嚇壞火村 嚇壞政變 他有一個好家軍 運動都在抗爭 所以金永三這一方面 我覺得一個文人總統 他叫軍人繳械 這個我覺得不錯 不過我看到因為金永三是 加上獨泰瑜的執政黨 變成總統候選人 他執政黨類似小派 秀的派系 他沒辦法聲望下跌 所以他推動一個歷史的島政運動 歷史的島政 95年12月定兩個特別法 這兩個特別法 五一八祕祖會議都特別法 還有第二個比較重要 破壞憲政秩序犯罪之公訴時效特別法 這兩個特別法都是永遠可以追溯的 永遠有效 所以我們台灣就有一個時間 圖年五月 把那個轉型政議條例 處轉條例的時候 我就在北京公天會 我都應用韓國的例子 你把那個段儀剛主席 我去解釋說 我們應該有永遠可以追溯的 這樣子的特別法 那不然你228不要再處理 你違反人道罪 大量輻殺罪 因為是猶太現在還在追殺 這場幾年應該過了 那是國際人權公約 各種條約裡面規定是永遠可以追溯 問題是我們台灣的法律不如 所以你一定要點特別法 你特別法定出來之後是可以追溯的 所以說男一人會已經贏走了 但是你追溯出來定他的罪 然後你倒是說不起訴結案 這樣老講樣負什麼責任 陳怡昂負什麼責任 你日常有這麼責任 你沒辦法 現在日常只有受害者 沒有這麼害者 這個世界上各國的那個轉型政議 都沒什麼事情 好 等一下 好像胖子這邊小朋友 老師他們是不是Gate 我怎麼知道 他們知道沒有人在手牽手 但是他們一輩子的革命感情 大概是他們成為這個很堅實的盟友 2012年我去光州的時候 他們那個錦南路的前列季 前列晚上517 那全台灣那些是 語電財好幾千億的韓幣 跟他人還不吐出來 我就讓他們去投資 去收藏古董 收藏名畫 他前面很可能說我現在銀行的存款 只剩下29萬韓幣 29萬韓幣 合臺幣8千多 你怎麼相信 光州人現在有大量製作 這次從這類海報 我帶了好幾趟回來 我快進到中美是1998到2003 他分析是政治受難者 他到他的上任之後 轉型正義已經過了 兩個總統被起訴 被判重刑 已經結束了 所以他就設計各種制度性的機構 先透過立法 立法之後成立制度性的機構 來保障人權跟深化民主 所以以成立者的民主化運動 有三位委員會 你在普正西時代 還是全台灣時代 你參加街頭民主化運動 你可以來跟這裡要求賠償 你也成立這個贏物史真相追究委員會 贏物史是上的VC死亡 韓國爺情勢大會 讓他的疫情很輕重 趕快作惡多端 像現在我們的贏物史成文成命案 臨災血案 武俗正的車禍 這個都算了 都沒有追究了 他到了2001年11月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這才人權保障機構成立之後 人權他就是一個充分保障人權的國家 大家記得2000年520 扁人就職員說 大家可能記得什麼事故也沒有 但是我發現裡面有400多字 有兩段是黃文雄先生寫的 台灣要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畢竟在520就職員說一直說 現在連影都沒有 連影一直都沒有 韓國就隔年 別人就職員都這樣講 所以他們隔年11月他們成立 一年半之後 他們就是用聯合國的人權宣言 包括巴黎原則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現在很差別 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 裡各地方都市都會分布 接受各種人權蹂躪或是歧視 要來申訴 大家看看 韓國人權委員會 現在為止接到申訴最多是什麼樣的案子 我多許慢慢 性別 性別 啊 性別的歧視是嗎 那個可能是在女性部 他有個女性婦女部 性別歧視有 但是應該沒有到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城市 兩類人 第一類是敗勞 是被僱主 欺負的 被歧視 待遇的 那第二個是外賠 外賠一賠 可能也是受到歧視 或是受到富家的各種不平等的 不合理的待遇之類的 那有過去心算的成效 我以為過去心算 他每個心算這兩個字在中文 華文世界本來是沒有負面的意思 那是中國把它汙名化 第一 建國以後為了迫害地主 為了清算反革命分層 為了報復 要用清算這兩個字來包裝 你如果有會計的人把外賬清算成好賬 清算那兩個字變沒有負面的意思 是中國把它汙名化 所以整個華文圈都受到影響 大家聽到清算 你要殺人放火 你要鞭屍 而且清算不一定沒有負面的意思 而且那是中性的字 而且還有積極性的意義在裡面 中國汙名化 也有用過民意跟人民的共識 透過社運來學生民主化 來清算過去 軍隊的國家化 服從無人的統治 再也有使命感 還有政治研究的謀略 北戴西金永戰的聲望下跌 那台韓國家暴力的本職的義同 都是新興統治的為了鞏固權力 動用國家公權力 大量胡殺 不過228的背景 228它沒說比518更複雜 228不是只有文 518是提文是官邁民反 518 228不是 228還有文化跟文明的衝突 所以比518更複雜 要叫全力鬥爭 南京政府內部的全力鬥爭 行政展官公主之類裡面的鬥爭 要叫半山 半民的角色 所以今天是很複雜 跟這個518不一樣 問題是差33年 228跟518的比較 還是有點牽強 因爲那時他們說228 地面有留下影像資料 但是1980年 是官邁秀稍為普及了 影像的發達了 那日常的時候 他發生那個倡吐 有扛在那裡的人 一種 你扛在那裡 你也不敢出去了 不敢出去了 影像資料 所以沒有留下很多影像資料 那基本上被屠殺的 都是受歧視的族群 我們這裡有族群的生氣情節 韓國一定要有地域仇恨 這個情況有點像 所以光州人一來台灣 影像是一半之後 他就知道台灣人被當作是二等公民 跟我們光州人們 百姬人 百姬人被陷入人吐槽 一樣 台灣是40年來 40年那些都不能公開討論 因為例如38年的戒嚴 一直到1987年 那個228和平之運動開始 那是大家知道社會氣氛不一樣 那年228之前 就開始提出來要求調查真相 史料公開 但是到現在為止還是真相不明 好 那真相不明 責任歸屬不清 518就是1988年開始 啟動這個國會調查權跟這個聽證會 好 立法五堂 那是在1995年年底 成立228基金會 那年228是議會代表總統 這樣送那個道歉 對 光州議題到1995年 定位兩個特別法 永遠可以追溯 然後呢 清算過去的重要性 自己美國政治學者 你對行修者你是懲罰還是寬恕 那所有的威權國家都有這樣同樣的問題 所以制度性的依序 行為性的依序 意識形態性的依序都一樣 台灣 以前的菲律賓 中南美 自立的平和氣球都一樣 如果對威權主治的國家暴力跟人權侵害 不積極追究的話 新興民主政權的合法性跟可靠性會受到質疑 也會使支持制力移信力的 對不起 我這邊批評一下阿扁 阿扁真的很可惜 他沒有掌握時機 他第一年生活最高的是 他有七八十的支持力的時候 他沒有在做轉型正義 是這幾拜會王勝 劉和謙 老軍頭 其實他一年就應該做 他還最好幾年 最好幾年一年就是 Land Duck 柏腳鴨 他在做證明運動 他就有在嘲笑 哭聲說 你就會選票考慮 因為中華郵政改成台灣郵政 中鋼 中船那些都改名 唯一成功是中正機場改成桃園機場 太可惜了 最後一年來做 我們期待小英政府也要趕快加緊腳步 這裡有一個地方 第一 第二審我們看到1996年3月開庭的時候 第二審的判決 他做了一個很有名的判例 他說成功的政變 也必須受到施法的制裁 也判決定說政變不等於革命 因為政變是說政權從一個人 一個集團到另外一個集團 那既有的法律規範還有效 你就必須 你如果讓人的生命財產受害的話 你就要負起法律承認 所以政變不等於革命 革命是你用信和革命去想 就是整個前朝的法律規範全部推翻 從來還有說革命 所以已經是五一開始政變了 所以一共被起訴了九項罪名 那已經是15年 那樣就1980年開始審判 屠殺光州更是1996 應該是16年了 完全轉型正義 現在這個 兩邊的共同點 就是都要賭償 不是賠償 他都是真相不明 責任不清 台灣是被神格化的元首 元兇 韓國人 美國的角色 駐韓美軍不只事前之情 而且還從旁協助政壓 所以韓國人不能最欽美的國家 後來變成全世界最反美的國家 就是光州事件 我有了一篇光州UBC組的紀錄片 美國的選擇之後 那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 那一篇片就告訴你韓國人為什麼反美 這些有蓋水 這是我下來的從韓國518翻臺228 基本上你們大家有驚訝 這是我在228基金會做董事 以及我策劃的這本書 我們辦了好幾場的國際研討會 把兩國三個人權蹂躏事件做一個 比較遠的論文集 光州518光州抗爭 紀錄有一個四三大屠殺 那個跟228比較小 時機也相符 一拌六年 七三萬人 紀錄開始跟他30萬人口 十分之一當作南朝鮮勞動黨屠殺 1948 4月3號大家起來抗報 逃到1954年就結束 中間經過寒戰 把紀錄黨人當作是共產黨員 這樣吐槽 像他出一個共產黨員全家滅口 所以那三萬人裡面 十分之一十的一哈一哈 那孩子他懂什麼共產主義 時間 時間哭 還要留下時間給大家的提問 我緊張乾燈 這幾天的盧武宣老師 他只是一個神父 讓盧武宣任命以作為的 第一任的真相和解委員會委員長 他心如去做保證 心如 他說過去的清算之所以做不到 因為加害者的暗暗跟不知道自我反省 他說光宗事件的清算 就是在激起全民的憤怒 跟聲明之下才能夠實現 2228事件要清算 他們也需要經過這樣的過程 不然是時間差少了三天 你說現在已經過了七十年了 已經被人家了 大家對2228有什麼感到嗎 要支持全民的憤怒 加害者的傲慢 還要說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當中 每次2228的預算到立法院 那時候是國民黨佔多數 四分之三的其次 他每次抵制的最強的 第一個 張孝蓮 第二個 黃秀柱 那就是加害者的傲慢 都不知道自我反省 很清楚 好 這個 這些公眾公眾事件 就是兩個特別法 他永遠可以追溯 台灣的228應該要有 永遠可以追溯的 像違反人道罪 大量屠殺罪 好 清算不是要報復 也不是要操家滅族 那都是也不是要撕裂族群 那都是加害者 格格也不敢面對事實 不敢面對無波熊 往前看 不要往後看 那就是給他心虛嘛 整個是你清算的导正歷史 你才能夠促成族群的和解和諧 讓人民有透過這樣的法治教育 一定要經過司法起訴 民主化的國家的清算過激是用法律 所以有那樣的特別法 立法之後我們就可以做 我剛剛做台海的比較 也就是滿挫折的 我們好像是殖民地人民的性格很強 很自私 很落落 很容易統協 所以不太容易形成全民憤怒跟共識 現在我們要立法黨 趕快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我2008年的10月4號 我辦整個第一屆台韓人權論壇 韓國現在是什麼 跟剛才一樣的一樣 明文規定 統領所有各部會 市長級以上的官員不能跟台灣交流 所以我跟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長 是很好的朋友 我邀請他來 他不敢來 他派副委員長來 他來跟我們建議說 台灣你們竟然不是聯合國會的委員會 但是你們趕快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如果你們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後 就能夠參加聯合國下面一個附屬 一個附屬的組織叫ICC 就是所有有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國家 所組成的一個俱樂部 台灣就可以加入這個俱樂部 他就可以從那邊周邊的組織 就可以參與聯合國的事務 這個組織ICC 中國是絕對不敢參加 他也沒有資格參加 連尼歐爾都有國家人權委員會 所以台灣趕快成立 我們就可以參加ICC 他們全名叫International Coordinated 協調Committee of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就是所有有國家人權機制的協調委員會 就是聯合國的一個附屬機構 這張照片 我們剛剛看到一台已經成為光州的代表性的照片 所以我們從幼稚園就開始在傳承 小孩子三四歲 他不一定知道光州事件是什麼 但是那個記者 毆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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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壞事情 是個悲劇 不能再犯 所以 我們剛剛看到有一個光州第一高中 他們班上每一年 有班長帶領班上的學生有事件人 毆一拍 就是他們學長的墓園去祭拜 1981年發信任過去年已經三個七年了 那個爸爸那個世代根本不認識 我們就沒有人有這種情形 說你建國中學要是雄中有他受害 要去拜那個學長的目的 沒有 所以以這種傳統一台一台傳統 我們對不公共獨立的事情 要有多管閒事的道德勇氣 你保證好人就是保證自己 他絕對不能對歷史冷漠或是遺忘 這部分的要怎樣 我希望藉由228的這個教育傳承 推動台灣人的文化運動 我覺得這個責任應該是給彥兵 彥兵兄 沒有人要恢復我們文化協會的精神 所以考慮 22860週年是第一次國際化 我們一光週簽了這個MOE 幾週十三六十週年 我代表228基金會去參加 左邊是李正銅律師 支持每年生態五一八 剛才在修正的地方全國南道廳 鼓勵墓園 這個追墓館 他從追墓館來二樓 每個國家都有一個櫥窗 我們是自己親自去布施 白天的國家都說一本擠了一擠 只要親自我們做的是最精緻 對於把陳臣波 陳臣波的照片 旁邊一塊 還要把228真相調查報告 我們跟宋基隱神父 我們後來成為好朋友 我們繼續在交流 國家人權委員會 對於右邊第二個來建議我們 趕快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你就可以加入ICC 那就是委員長 安靜萬教授 非常對台灣非常好 我們在大土上來交流 我們參加光州的世界人權都市論壇 第一屆 根基大宗夫人 感謝他 金大宗在流往美國的時候 對台灣的反對運動的支持 那些詩人 告白做518的理事長 金准泰 然後回黑綠島 把高雄室的事情 使用起來在光州 好好的光客家 然後一塊時間給大家 因為現在時間有限剩7分鐘 我們就開放三個問題 剛才因為要在半夜 所以我就坐下來 再講 民進黨你好 曹仙半島毀決多變 南北韓的新亡 跟我們國家實體相關 可是國內好像研究這方面的機構 除了我們國立政治大海的話 其實有那個多國化大海 那執事長 這幾年來在 滋韓的那個面向 曾經做過什麼樣的努力 是不是接著機會 跟我們 台東鄉民來分享一下一下 謝謝 謝謝 師父 各位 要有這個問題 待會兒統拔我 好 來 我是從政體的比較上面來講 是不是這個神父在政治上有特定的會結 譬如說你講過盧以太的宋老師對不對 現在朴正希他女兒 他也是受到那個聽主叫什麼什麼 閨蜜搞出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台灣是不是也有這個現象的問題 第二個我講的是說 可能殖民地也有殖民地的好處 為什麼你老講是主體對不對 是戰國 戰爭國 主體 所以他接觸跟美國人接觸最早 所以他對這個教會的那個處理方式 和他們都不一樣 那因為韓國他一直從二次大戰前一直到二次大戰 他一直是沒出面過對不對 所以他核正希上去的時候被美國人玩的時候 就不知道 這是我的感覺 謝謝 臺灣總問你沒有給我請 先回來 因為我說的不記得 這樣啦 你真無分真無分 臺灣的狀況 我先提醒大家 我們兩度受到朝鮮漫島的動盪的影響 第一次是1894年 朝鮮的東學黨萬 東學農民革命 清朝跟日本都派兵以朝鮮為戰場 就是清日甲午戰爭 清朝打敗了 所以後來割地賠款了 1895年 台灣就變成日本的殖民地 這第一次臺灣的命運受到朝鮮漫島的人 動盪的情勢的影響 第一次 第二次1950年的韓戰 三天之後 美國總統杜魯文 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保護了台灣 但是老蔣的權力穩定以後 他就開始白色恐怖 開始大肆抓人 殺人 這兩度受到朝鮮漫島情勢的影響 他們說臺灣沒這麼感動 還沒有覺醒的感覺 其實這一次狀況 那我不認為說太陽節真的會發生動盪 兩邊都劍拔無章 但是我覺得方中戰爭的可能性不太大 因為方中戰爭兩邊都會被移為愛國地 而且受害的 周邊的國家都會受害 日本 南韓 包括中國大陸 沒有一個地方承受的一百萬的難民 難民潮 所以我想方中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點 教會 天主教的狀況 韓國的天主教比基督教沼紮根基層 所以韓國的天主教基本上反政府的比較強 那基督教很多是從北韓為了逃避 共產黨的破壞 難逃 逃到南韓來 所以基督教在韓國是保守 那天主教就比較自由 進步派 那基督教在韓國強烈反共 保守 那跟職人走得比較近 剛好跟台灣相反 台灣的天主教是外來宗教 雖然臥師的善國喜書記的 主教是我的高中校長 但是我們倆不談政治 他是河北人 你要叫他支持本土 不可能 那他因為跟國民黨一樣有逃難的經驗 台灣原來天主教主沒有多少人 到1945年 49年撤退來 那所以很多北京教區 南京教區的神父被主教 田庚新主教 漁賓主教從北京南京帶到台灣來 那才開始在台灣招募信徒 所以台灣的天主教因為是外來宗教 所以他們就比較親國民黨 親政府 反而是基督教 南部的特別是南神 台南神學院的長老教會 就非常關國民黨 因為他們長老教會有他們民主方式的選舉 那在光州事件的時候 韓國的蘇姬主教金壽患 他暗中 後來知道他暗中送錢到光州 然後幫助光州人的抗爭 那那個韓國蘇姬主教的那個主教的座堂 就在明洞 明洞教堂是蘇姬主教的座堂 所以韓國人抗爭 全身抗爭 最後面對方逃了之後 就跑到明洞教堂 就要求天主教保護 所以韓國天主教因為紮根基層第一 幾乎叫蘇姬的早 而且蘇姬比較深 他們比較會站在吐鑼大眾的立場 來爭取他們的權益 他寫你第二位問題我買給你了 可以 可以 OK 對不起 那我就 最後一位朋友 謝謝 朱老師 這可能不是我第一山車 第十次聽你的講 每次講的都很精彩 不曉得能不能去過北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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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像那個韓國的歷史 他跟台灣有點像 就是從威權走向民主 那早年威權的理由也是為了反共 對 那台灣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他威權時代反共的時候 他很多白色恐怖 那我們後來民主化之後 就會覺得說 推動轉景正義 然後要去 當然就是 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會覺得說這叫清算 那 那不曉得是說 這個韓國他在看待他的這個過去 他在清算國家暴力之後 他又看到這個北韓現在這個樣子 那個心態 他們是怎麼看待 比如說像金正恩在殺害他的 比如說金正恩這種事情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他們會因為這樣 而影響到他未來對北韓的這個 所謂統一的意願嗎 然後他們有沒有想過說 就是萬一這個川普對這個北韓開戰 然後造成大量的一個死傷的時候 那他們除了 他們首爾除了 可能要做好準備之外 他有沒有能力去承受 這個戰後重建的這個龐大的經濟負擔等等 我不曉得說 因為這個部分就是只有 像您這樣的專家才有辦法回答 那其他的 如果不懂韓文 我看大概也都是朝外界而已 所以就是要問 好 你問我有沒有去問北韓 我是1991年 6月5號到12號 應北韓政府的邀請 第一個去北韓的媒體人 當時台灣跟北韓 都同時有感覺到 要被長期的盟友所拋棄的危機感 北京要跟南韓建交嘛 好 那我們感覺到南韓要跟北京 所以兩邊都有感覺這樣的危機感 那基於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所以我是在那樣情況下被邀請去 然後那一年也有很多商人啊 企業家有到北韓去 但是很抱歉 等等很遺憾 就是說我去了一次之後 我回來到中國的時候 寫了五篇的系列報導 那我就列出黑名單 我到現在為止還不能去 他不再讓我去了 那我現在就是後來很歡迎也輸了 然後我現在在政大 開了一門叫北韓研究的課 那是台灣唯一在大學裡面 開北韓研究 那北韓呢 我必須講 這不是個國家 也不是個政權 它是個宗教 或者是個邪教 你只能用宗教去思考 去想像說為什麼 人民會對教主那樣的盲目的英雄崇拜 那只有宗教可以解釋嘛 那為什麼教主能夠這樣控制他的百姓 國家元首這樣控制百姓 就是個宗教 這個觀點 用宗教來形容北韓 南韓的學者也同意 也至此這樣講 只是他們不公開講 不容易讓北韓覺得他們被羞辱 那我們現在看金正恩 這個第三代 小屁孩 他27歲 2010年年第一次登台 7年 現在34歲 那一個27歲的小孩子 他能夠領導2400萬的國家嗎 但是我剛剛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因為他是金氏印門 血統純正的後代 延續下來 這個他們叫白頭山的血脈 我們中文叫長白山 就是同一個山不同的名稱而已 白頭山的血脈 那意思是南北韓都一樣 他們血統主義很強 南韓人絕對不會領養一個 跟自己沒有血統關係的養子 他要領養的話 他一定領養他的哥哥弟弟 或是俗國 堂兄弟的 跟有血脈關係的 所以就是這個血統主義 就影響了南北韓非常強烈 那北韓一個小屁孩 27歲能夠接班 就是因為他是金氏印門的 長白山的血脈 好 那這樣的情況下 金正恩接班 然後也不凡是說這次他哥哥 是在馬來西亞 是被他派人去暗殺這樣 那實際上他就是剷除 對他權力有威脅的 他第一個把他故障 張誠哲 在2013年12月把他剷除了 槍決了 那第二個對他權力有威脅的 是他的大哥 金正男 那金正男長期在中國的保護之下 那外面都認為說 可能美國哪一天會跟中國聯手 把金正恩推翻 那這個金正恩還是隨時可以回去 地補他的位置 那但是沒有人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金正恩派人去 那現在北韓南北韓的形勢這麼緊張 其實坦白講 我不認為會發生任何災變 重大的戰爭不可能 因為兩邊都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如果說你在西海海戰 那頂多是邊界衝突 38度現在開槍左側 邊界衝突 但是如果說一顆飛彈打到對方的首都 然後事情打掉 那就一定發生戰爭 那一發生戰爭的話 兩邊都會被移成平地 兩邊都不可能 那統一的問題呢 坦白講 你現在問南韓年輕人 你認為南北韓要不要統一 他會告訴你 當然要統一 我們是同一個民族 當然要統一 但是他心裡想說我跟他統一幹嘛 跟他統一 表示我要失去我現在所擁有的 要讓北韓把我分掉 那尤其說如果像東西德的統一 是西德合併 吸收統一東德的話 南韓根本沒這個力量 南韓沒有當年西德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那樣的經濟實力去吸收東德 那更何況現在的東德比當 現在的北韓比當年的東德更破敗 那個洪溝更大 南韓沒有那個力量去吸收合併北韓 所以南韓年輕人就想說 統一對我並沒有任何好處 而且全世界最必須要看到 南北韓統一的是中國 中國不希望南北韓統一 在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下 那就是以前的高國立的重演 高國立在水草跟唐草 是中國東北的壞壞 水草派輸定方去打高國立 唐草派薛仁貴東征 就是外派 一個統一的朝鮮半島 這也是中國最大的威脅 有歷史這樣的經驗 中國是不希望看到一個統一的朝鮮半島 這樣有沒有回答大家的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 所以我們今天的活動是跟哲學星期五合作 大概很感謝他們 然後他們有一個他們的傳統 就是幫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 謝謝 Foreign Sar